我這個發明叫做 我這個系統的全名叫做 我們就希望可以由中學生去帶動 去改善我們的日常生活 一年一度的聯校科學展覽 可以說是不少中學生第一個實踐科學理想的地方 中學時期已經熱愛天文學家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 是第一屆的參加者 我前一年我做過英皇書院的天文學會主席 後繼的那班也很有興趣 雖然英皇就拿了幾個望遠鏡去 那些望遠鏡的特色就是 裡面那塊大的反射鏡這麼大 就是我們自己用手磨的 其中一支就是我的 因為那時其實是一個科普時代 大眾市民沒什麼認識 就給我鏡子去看 嘩 怎麼對面的海感都看到 這樣就很過癮 林超英回想46年前 只是由兩個學生拋出一個搞科展的概念 給市民認識科學 由找贊助 租場地 搞宣傳 都是由學生一手包辦 籌備的過程沒什麼難倒一幫有心的中學生 除了這一樣 這個展覽會的負責人要晚上出一些所謂保安 去留守在大會堂 在一個展覽廳裡面看著一些東西 去哪裡找個人去過夜呢 每個人都不肯 因為有些展品就是人類胚胎 從小到大 他們見到都害怕 有些人 就沒有人肯 我什麼都不怕 所以由我去做 當時一個學生搞的活動 三天就吸引到兩萬人刺入場 成績令人滿意 時至今日 林超英口中所講要堅持的地方 仍然得以傳承 就是由學生主導籌辦 隨著時代變遷 每年的聯校科展都有所不同 今年籌委會就在宣傳上下了功夫 今年我們比較注重於 用多些不同的渠道去廣告 譬如我們今年已經跟地政署談好了 就會在街邊 譬如馬路上面的一些欄杆 就會掛一些Banner 今屆的聯校科學展覽 主題是靈感次於自然 創意科學無邊 鼓勵學生將一些大自然的元素 融入到他們的科學展品裡面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 在胡錦雲報道